你不想吃啤酒 你不想吃啤酒 啤酒 今天好喝的啤酒不多 我反而去买稍微好点的啤酒 烧在贵宾也要用好酒 对不对 吃的东西比较多 要不然经常我们说的吃点东西 然后中午再过来喝 中午吃 你不是会烧吗 我现在也都 你也有烧的地方 我现在很少下午饭 你是不是真的想吃个烧的菜 我们已经谈到了中午吃饭的问题 对 还谈到了更多的文分和理想 更多的文分 现在中午吃饭你们是准备去哪 就在那里 外面好吃在那里 因为我吃大虫 我很久没有下午饭 那这样 我们再告诉你一个小秘密 就是我们这个女嘉宾 他不仅是正常上班的 他在他业余的时候 也坚持做一些模特 那做模特呢 他也有一些非常性感的这种照片 是吧 如果说你今天能够下厨的话 嗯 那我们可以给他看一两张你的这个照片 发给我吗 那我去给你看 我去给你看 那看两张发一张可不可以 不是 那我时间把你身上的照片 我时间刷的还不够搞吃 我时间照片都不会给你看的 好就这么刷的真实 好走 来 通过第一样剪了的话 我觉得男嘉宾性格 嗯 蛮直的蛮聊的来的 你知道流聊的来 好 别人开玩笑开得起玩笑 一进入厨房 诚然立马来了状态 点火 翻炒 动作看似非常的咸熟 可这菜炒得实在是 唉 来来黑暗料理 黑暗料理 黑暗料理 来不想吃真正的黑暗料理好吗 吴婷的嘲笑让诚然实在是抬不起头 但是没信心再烧下去了 果断换成火锅来招待你嘉宾 好热素材火呀 刚刚我炒的那个菜 就不拉素材线了 是不是又看一下 有没有出现 你也挺高的 刚刚不是很有那个人吧 对 我在这边说的 好久都没开火了 而且那边蒙火灶又不会用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好 喝一下吧 第一次见面就喝一个 这是史章第一次吗 干了吧 你确定了 好干了 我觉得看了她把雷冰啤酒吃了以后 我觉得这个女生性格应该挺好的吧 挺豪迈的 肯定挺好相处 没想太多 就 就能喝喝吗 反正大家 她也没什么恶意嘛 好呀 吃点菜吧 我脖子还没有 那感觉 我的肾好疼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会肾出来 为什么 就是因为开心了 肾上肾素空腻 我就这么一讲 我也不知道 那么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肾 为什么你不肾 我看不肾 这怎么不好意思啊 没事 第一次见面吧 肯定要对女孩稍微 心照顾一点 对不对 不能我低下头来一顿猛吃 完全不管别人 你个人吃蛮尴尬的 就是你在吃后 旁边一个人在看着你 喝点甜 我几句对象 好啊 谈了三个 我们再来喝一个 为什么赶到这个话题 就要喝一个 不是 我们既然要开始谈人生谈你响了 所以一定要借着写信 才能发挥自己的真心情统 这个节目是要出去拉菜吗 等于我真正不对象 你就是不开心 是啊 我怕你喝点 要不然太咸的话 你刚刚又顺腾 不顺就好 太咸的时候又不顺就好 我喝完你不心疼吗 啊 我喝完你不心疼吗 我心疼吧 心疼吧 看你让我这些机会 心疼你呢 喝第二款的时候 我就想不通 为什么我要喝第二款 所以 因为又不是在比酒量 为什么一直在吹瓶呢 看看她有没有 喝酒的时候有没有 有种底线吧 会不会发脾气 说明也是看一下她性格怎么样 很厉害 不过 我要是喝多了 是不是史上第一个录节目喝多了 很厉害 不是啊 她们都要喝回来了 那你要吃饭 我不吃 我很少吃米饭 不吃米饭 为什么不吃米饭 因为怕胖 要长得该长的地方 比如说 智商 你想到哪去了 比如讲 当我们的神经很大条 所以多长点智商 对不对 那我长点神经好了 因为代表智商很低 智商已经很高了 神经已经很大条了 还要找我们的神经呢 好像也是这个礼拜 一顿午饭 两人相谈甚欢 吴婷直爽开朗的性格 给诚然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午饭过后 诚然又邀请吴婷 一起去做粘土手工 想通过约会进一步的讨好女嘉宾 所以我们有点兴趣 可以做粘土手工 如果我们长得